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聊一聊,這個Lucy Air 在2021年10月份,Lucy Air終於正式的開始在美國市場交車 隨其就被美國的知名車媒Motor Train選為2022年最佳車款 成為史上第一個推出新款新車就獲得此殊榮的新創汽車品牌 就如同先前所預告的Lucy Air共會推出四種不同的車型 具備高達832公里的EVA續航旅程 以及最高的1080HP馬力 四車型的售價則從 折合台幣約235萬至495萬元左右 Lucy Air是Lucy Motors推出的手管電動車 亮感版本的造型、樣貌跟先前的概念車基本上超不了多少 保有扁平、銳利的車頭設計 LED頭針組也和細長型的水箱護照進行了整合 內裝部分 Lucy Air在架子前方配置了34寸的曲面5K解析度 意表版 顯示效果相當精細 並且採用了懸浮式的設計 看起來就像學姆在辦公中 呼應車體本身的豪華定位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皮革的設計跟它整個外觀的整個編織的工藝 也是相當的高端 Lucy Air也在中控台下方另外配置了一個資訊娛樂控制面板 特別的是這片中控螢幕還採用了可收納式的設計 如果不用呢 駕駛還可以選擇把控制面板收起來隱藏在中控台之下 換得更大的車內置物空間 大家看到在中船的地方也是配備了非常大的一個收納的空間 可以做使用 Lucy Air是採用全景的玻璃車頂設計 整片玻璃基本上延伸到西柱後方 也可以讓乘客具備更寬闊的頭部空間 後座配有標準的三人座椅 而令人驚艷的部分是在於它商務艙級的 後躺式的雙人後排椅座 各自可以向後傾斜55度 讓後座乘客能夠像在飛機上的商務艙一樣 非常的舒服的躺在椅子上面休息 這個可鞋背的雙人後座座椅是需要花簡而外的選配 而在操控盤上 車主也可以藉由上下滑動的方式 將資訊內容選擇在中控螢幕 或架子前方的儀表板來顯示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符合人性化的一個操控設計 也可用來操控各項車內的功能及影音娛樂的內容 而Lucy Air在動力及電力的性能上面 可說是本次最引人注目的一個關鍵 配置了雙電動馬達的Lucy Air 最高階的Dream Edition版本可以輸出1080p的馬力 從禁止制加速到60英里緊要2.5秒 0到400公尺的加速更只要9.9秒 最高車速達到270公里 而Lucy Air的電池動力總成的體積相當小小 比競爭對手要節省2.5倍的空間 不僅減輕重量的負擔 同時還可以創造更大的測試空間 Lucy Motors的執行長Peter 甚至宣稱 Lucy的動能技術遠憂於任何一款電動車 並表示Lucy Air的電號 和目前最接近的對手相比 還要低17% 但Lucy公司並未詳細提供Lucy Air各版本的電池容量 只知道頂規的兩個版本 將會配置113千瓦的電池 擁有最高續航力的將是EPA832公里的全新版本 更原預告後續會推出搭配3馬達的更高性能版本 而在後行李箱的設計呢 是採用類似半格開口的設計 箱門開啟時呢 不只是把車尾中間部分掀起 而是連車尾上部分的兩側呢 也一起的上掀 基本是把半個車尾都展開 也因此具有更大寬大的後箱開口 充電性能也是Lucy Air的一個優勢之一 車款採924V的電力系統 DC直流快充峰值充電的功率超過300千瓦 且無論是基礎型或頂級的車款 全線的Lucy Air都可實現20分鐘充電482公里的超高充電效率 在車充方面呢 Lucy Air配備了19.2的千瓦充電座 每小時可補充128公里的續航里程 同時呢也支援V2G的雙向充電 可讓車輛對電網呢 雙向的充電 總體來說啊 Lucy Air雖然貴 但貴的有一些名堂 奢華的內裝呢是其次 這台新創的電動車在電耗性能跟動力的設計 各方面都讓人有驚豔的表現 對於特斯拉獨走了這麼多年 現在終於出現了一位啊 可敬的強力對手 但各位是不是也覺得有一點當年的特斯拉的影子呢 希望格今天介紹的Lucy Air大家會喜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喔 See you next time I want I want